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二届城市创科大挑战 小学组成功按例分享的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John 这次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上届高小组冠军 来自光明学校的团队成员 包括张以曼同学和陈心悦同学和我们先分享 不如先请同学介绍一下你参赛的方案和作品 我们参赛的方案是可人达手收集系统 我们首先要在提拔开一个智能通道 这样就运用潮值降退的原理去令整个系统运作 在潮降的时候水位就会上升 垃圾就会随着海浪一起流到这个通道口那里 在潮退的时候水位就会下降 海水就会沿着通道流出海面 而水位的落叉 也会推动这个装置里的涡轮发电机去产生电力 然后从而令整个装置去运作 这样垃圾就会沿着升降台升至地面 然后最后再由垃圾车运走 也想问一下同学 其实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 或者为什么会有这个方案去提出 我们在海面上发现了很多垃圾 这些垃圾主要是由海市处的收集船去收集 这种收集船需要人手很多 它的清洁范围又很小 还有会有污染的问题 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方案 想问一下同学 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图画都很漂亮 其实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你们当初怎么去画那图画出来 然后去报名参赛 我们想了这个设计方案之后 就因为是想用漫画的形式图文并茂地 去表达整个参赛作品和我们的灵感出来 所以就以漫画的形式去画了这个方案出来 我们就就 由想到灵感开始 就立刻向老师讲回 然后老师再给我们建议 我们之后逐步逐步地完善整个设计图 畫了漫畫出來 不如問問陳同學,其實都知道除了漫畫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文字是要交去參賽的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你們團隊是怎樣去準備這些文字 和這些參賽的材料的 例如我們的模型 我們就用了一個魚乾透視類似的方法 去呈現出來的 這樣就可以很清晰地展示了整個作品的運作過程 但都想問一下幾位 其實知道那次的題目其實是和海洋垃圾有關 其實都有很多解決的方案 其實你們當初想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其他的一些方案 然後為什麼最後會用這個呢 我們都有想過其他的解決方案 例如可能是用到的人手 或者再用可能其他的發電裝置 例如太陽能板 這樣去推動整個系統的運作 但最後我們都是選擇了利用潮席漲退這個原理去推動這個系統的運作 因為我們始終要解決海面上的垃圾 可能是運用它就近的天然資源會比較好些 而且我們都覺得其實他們相差的分別就不是很大 而且他們的成本效益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覺得有什麼補充 陳同學有沒有什麼補充 嗯 有想過用其他物料去代替這個 怎麼說呢 模型 但後來我們就決定 想回可能例如渦輪發動機用什麼材料去製造 明白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呢 其實因為都知道大家去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如果去到準決賽或者決賽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那個 都要準備一個圓形去參賽 剛才同學都有提到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怎樣把你們的想法 變成一個模型呢 或者當時的過程是怎樣的 好像我剛才所說的都是那個 魚缸透視法這個方法 我們想用這個方法 可以令大家可以明白到我們整個的概念 或者是它的運作方法 可不可以介紹多一點點 例如在你們的魚缸或者透明箱裡面 其實你們是用什麼材料去製造你們的模型 我們就有用一些小石 跟著還會有用 就是我們要找一個適合的TOMICAD車仔 即是垃圾車 這樣就可以放在模型上面可以展示 還有我們會用一些不同的程式 可以令到垃圾可以運到垃圾車裡 你看到有程式在那個模型那裡 其實可不可以介紹多一點點 例如是說其實那個程式是用什麼方法去寫 或者是用什麼完結的模組去運作 我們就是用了Jiggle去展現整個星降台的運作 也用了可能Microbit這樣的程式去寫 編寫整個程式出來之後去推動運作 明白 其實都知道這個比賽 其實都要求大家去跟評審 去介紹各個方案 以及回答評審的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當時你們是怎樣準備這個環節的 我們都有每次在學校 例如小式或者午餐時間的時候 就盡量抽空一起去排練 之後一起去練習很多次 經過反覆的練習之後 我們都希望可以盡量呈現 最好的表達方法給評判看到 讓他們可以更加清晰地去理解 我們整個概念 同學有什麼補充 我們那時候就因為其他同學 就是我們兩個都比較忙 我們通常就會約在一起 例如晚上或者假期時間去開會 去夾怎樣跟評審說 其實除了要介紹 就是用一些簡報的認識去介紹方案之後 其實都知道都要馬上回答評審提出的問題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這一方面你們是怎樣準備的 我認為就是在這一方面 只要我們自己是真的清晰地了解到整個系統是怎樣運作 例如有什麼益處 深入去了解之後 其實我們都可以輕易回答評判的問題 去回答他們的問題 可能真的有時候有些比較自己 可能都不是很熟悉的範疇 可能要想多一會兒 或者深入一點去想想 才可以作出這個回應 我覺得我們可能即時發揮 或者臨場發揮的反應 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都是即場發揮 都是即場發揮 還有你可能在賽前預備一下 那些細節位的問題 因為評判很大機會 會在細節上問一些額外的問題 會否可以分析 或者大家記不記得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當時的評審 有沒有問過什麼問題 令到你覺得難回答 或者可能都要想一想才能回答 例如我可能有一條比較深刻的 就是它好像在問我們那個模型 可能有一個網位 就是被那些海水流出來的 它就問我們其實那個網格的位置 好像這麼大 那些垃圾會不會流出去 可能跟我們本身想做的懸言一樣 其實我們也是有一點震驚 就是在模型方面去問這個問題 可能一下子就有一點迷惘 但我們也馬上調整回來 其實可以告訴他們 這個只是我們模型的初譯 而且不是真的實施的時候會用的東西 可能實施的時候 我們就會改用其他物料 就不用開口那麼大 令到其他垃圾流出去 同學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都是這一條 那你們事前有沒有夾過 例如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是會怎樣 例如誰同學負責答 還是會不會都有一點時間 給大家去商量一下 才回答評審的問題 其實我們預先都沒有夾過 我都是就著自己本身對他的認識 去立即去盡量回答評審的問題 那看來如果聽你這樣說 其實大家是需要對你們的作品非常之了解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另外也想問一下 就是其實在整個參賽 由開始想到製作模型 甚至是去面對評審 或者在很多人面前 接受評審的提問 介紹方案的時候 其實這個過程 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或者挑戰呢? 我們的困難 可能是編程上面的困難 約一起時間的困難 以及例如你畫畫的時候的困難 以及你做模型的困難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例如說編程 你們本身是否認識編程 認識一點 但是在這個比賽 為了這個比賽 我們學得更加深入 另外你也提到 畫畫的困難 可不可以解釋多一些 畫畫的困難在哪個位置 或者在哪一方面呢? 因為我畫畫不是那麼好 所以在畫畫方面 都花了幾大功夫才可以畫到這幅畫 同學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覺得主要是我們 約合時間 一起去練 或者去練 怎樣去表演得好些 給評審聽 以及整模型方面的困難 因為例如我們模型上面 其實要逐粒逐粒貼很多石仔上去 其實我們都要故意去魚缸店買那些石仔回來貼 或者是我們剛才同學都說到的 那個透明的Acreate的板 其實我們要完整地做到這個模型出來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切那些尺寸 可能就要量很多東西 又要做很多東西 我們又要 在這個同時 那些石仔又可能會掉下來 它又整個支撐不起 可能就會遇到很多困難 還有我們在約的時候 其實那件事都經歷了紅雨和疫情的緣故 所以我們都是比較難去夾時間 所以我們又嘗試去用可能市政的形式 去一起去練習 其實都聽到都遇到很多挑戰 但是你們最後都克服到去拿到冠軍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找人幫你忙 或者有什麼人幫你忙 他們怎樣幫你忙呢? 一來有朋友 二來就是有老師的幫助 老師的幫助在這個比賽裡面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他們會教我們編程 在我們不懂的範疇上會教我們 我們可以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去問老師 這樣幫我們解答 我認為是家人或者朋友的鼓勵 還有最重要是老師的幫助 因為畢竟我們那個時候參賽的時候 都只是四年級 可能對於創新方面 就有很多不懂的東西 其實老師他都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令我們可以迎人而上 可能不會覺得很怯 這樣就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都知道你們最後拿到冠軍 其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當時你們宣佈你們得獎的時候 你們的心情是怎樣 很激動 或者張逢學說一下 我們都很開心 之後很激動 其實我們都抱在一起 因為真的很開心 因為覺得自己的努力的成果 和這個經歷 真的沒有白費到這個努力的成果 而且覺得我們做多的事情 好像得到一個認可 有沒有補充 那一下抱在一起 我到現在都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一下真的一來很驚訝 二來就是很感動 都是說回他剛剛那一點 就是自己的努力有回報 明白明白 其實第二屆的城市重荷大挑戰 中學組和小學組都開始接受報名 其實接下來都有同學去參加比賽 其實你們有沒有一些建議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去構思的時候 可以大膽一點去講返自己的想法出來 就不用一開始就想那個可行性 你可以後來才慢慢調整 最重要是你有這個膽量去講返自己的意見 去想解決方法 你可以留意多些身邊的事物 這樣說不定可以 你想到你的作品 在你留意 例如身邊的朋友、父母 甚至是身邊的物件都可以想到出來 很多謝兩位同學的分享 希望兩位同學的經驗 可以幫助到大家參加接下來的比賽 同學的分享就暫時來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有光明學校的老師和大家分享 我們先跟觀眾說再見 拜拜 接下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光明學校的老師和大家分享 分別是柯思琳老師和李映薇老師 兩位老師大家好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當初參加比賽開始的時候 你們如何協助同學去準備這個題目 不如柯老師分享 好,因為剛好那年的主題是環保 而我們學校的關注事項都在做環保 我們就跟同學一起去想想想做環保 究竟哪方面呢 然後同學又看出可能是垃圾 然後我們就想想這個可能性可不可以 我們又帶學生去海邊實地考察一下 然後我們再叫學生一起上網 叫他們上網找一下資料看看 現在那個海洋垃圾的收集是由哪個部門去負責 然後慢慢去引導他們去想 然後他們會想想一個方案怎樣去收集這個系統 因為他們其實都學過一些太陽能 然後水力發電 然後我們再想既然是海洋的時候 我們就想怎樣利用水力發電去支持這個裝置 剛才老師也提到其實當中可能都有很多可能性 即是無論是最初選題目 甚至可能選定了某一個題目之後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案 其實你老師可否說一下你們怎樣去幫同學 或者協助同學去慢慢收集這個範圍 得出參賽的想法或者方案 其實一開始他們都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就好像剛剛老師所說 我們都真的帶他們去實地考察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看得到真實的情境是怎樣的呢 然後再慢慢去收集我們一開始想的東西 最後就可以想到究竟當中我們那個核心問題 是想解決些什麼 然後再去根據那個問題 去想有些什麼裝置 一些什麼功能去幫助解決那個問題 但是都想問就是 因為其實都知道小學的同學 其實很多時候都很天馬行空 或者很有創意 其實怎樣在想這個idea的過程中 其實你老師會否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怎樣去引導同學 即是在創意和實際解決方案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呢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和他們一起開會 都等他們去講一下他們覺得可以 例如用編程的技巧 或者是製作另外一些模型去呈現我們的想法 另外我們都會再去問一下他們 引導一下他們究竟在編程上 會不會需要什麼程式的系統 他們又能不能夠做得到 然後我們就再慢慢去一路問一些問題 跟他們再去討論 再去給一些輸入他們 然後最後就可以完成到這個作品 明白的 但是都想問一下下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同學可能經過參觀資料搜集之後 其實可能對解決哪一個問題 或者怎樣解決開始有些想法 但是這次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都要求同學或者要求參加者 就將這個想法透過一個圖畫 或者一些簡短的文字去介紹去參賽 其實想問一下柯老師 其實你們是怎樣協助同學 將一個想法一個概念 去變成一個圖畫和一些簡短的文字去參加比賽 首先我們其實他們一直都做過訓練 就是我們由問題出發 然後想一個方案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構思怎樣用一幅畫 去呈現整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學生你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總之在一幅畫裡面你呈現了一個問題 然後再逐步畫出來 學生說不如用漫畫的形式去表達 然後叫他們先畫一個草稿 然後再看看草稿裡面 可不可以表達到整個系統的潮漲是怎樣 潮退的時候是怎樣 所以再逐步逐步去修正這幅畫 最後畫了一幅畫之後 其實他們用文字的時候 我們就選擇用iPad去畫 因為可以修改的 容易修改 即是如果在幅畫裡面 你要用marker筆再刷的時候 其實是你不能修改 但如果用iPad去做文字寫出來 就方便修改 就是這樣 明白的 但都想問就是 因為其實都知道 無論是圖畫 或者文字 其實那個訊息量都有限 特別是大會其實都有限制 同學參賽方案的指數 其實都想問一下李老師 其實你們怎樣去幫同學 選擇哪些東西放進去 哪些東西不放進去 令到他們可以 可以在有限的圖畫和文字裡面 可以清楚向評審去表達他們的方案 先講講一幅畫 以我記得參賽 他只可以給你交一至兩幅圖片 然後我們都在想怎樣可以 可以用一幅圖畫 就可以展示到我們發現到的問題 以及整個產品的運作 最後我們跟小朋友一起談 他們就覺得可以用一個四格的漫畫 由頭第一格開始講那個問題 之後就講潮漲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潮退的時候那個機器又怎樣運作 就可以用到一幅畫 就可以呈現整個概念 然後去到文字方面 我們一開始都是跟小朋友 開始打完 我們覺得要讓評判看到什麼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再逐步去修改 用一些又清晰又簡潔的文字去交上去 明白的 另外也想問 因為其實城市創方大挑戰 其實去準決賽 甚至乎特別是決賽那裡 其實都會很期望參加者 其實是有一些的圓形 例如可能是一些的摩扣 或者一些的實物 去協助去解說 或者去去 去休化 深化他們的參賽方案 那想問一下柯老師 其實你們 其實要將一些的想法 變成一些的圖畫 再變成一些的 很具體的東西 其實對於小學生 都未必是這麼容易的 其實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你們怎樣協助同學去完成這個步驟 在模型那裡 我們就想 有些什麼可以在模型上呈現出來的 因為潮漲、潮退這個海 我們未必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引導學生去想 會不會是那個升降的裝置可以做得到 因為其實他們在STAM的課堂裡 他們都學過 用Jiggle的套件去學過 那個貨物的運送系統 然後我們就想 不如將這個升降台 呈現給評判去看這件事 所以我們就慢慢引導學生 去砌Jiggle的升降台 然後再將這個升降台 放在模型那裡 逐步逐步去想 那些提霸又用什麼材料去做呢 因為如果真的用石鍋 又太重了 所以最後他們 我們又想有些什麼輕一點的物料 所以我們又想比較真實一點 去呈現到那個提霸 所以最後我們就選了那些小石春 小粒一點 又沒有那麼重 李老師有沒有什麼補充 還有一開始砌模型裡面 其實有很多小的零件 因為就好像阿羅斯所說 因為我們要砌很多零件上去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跌下來 我們亦都要一路跟小朋友 一路再去修改裡面的大小 去跟回那個比例出來 這個都需要用比較多的時間 但是最後都很慶幸可以完成得到 剛才兩位老師都分享過 其實同學在準備的過程 或者參賽的過程 其實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一些挑戰 其實會不會阿羅斯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你們是 例如剛才說準備那個模型 或者圓形為例 其實你們是怎樣去業助他們 或者其實例如在什麼時候 你們會有些指導給他們 因為其實剛才聽同學說 例如他們要整個膠箱 跟著砌石仔也遇到很多挑戰 其實你們會在什麼時候 給什麼幫助他們 當然他們在砌那個模型 譬如戒那個膠箱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這些其實是 我們老師會出手去幫他們去戒 因為都不想他們受傷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會出手去幫他們 譬如他們說用石春的時候 可能他們未必知道在哪裡買 在買材料方面我們就會告訴他們 在哪裡買 你們老師有沒有什麼補充 另外最主要就是 去做一個模型的時候 在安全上 當他們一直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會一直去看著 我們都如果覺得他們會做的時候 某個步驟有些危險的時候 我們都會出手一起去協助 以及去提醒他們要怎樣做 最後一個問題都想問兩位老師 就是其實都知道同學都在這裡 經歷了一些挑戰 其實可以分享多一點 他們在參賽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成長 你是可以見得到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如柯老師說 因為其實我都陪著他們 由初賽到決賽到總決賽 看著他們 因為由一開始可能他們練會報的時候 很緊張 然後到總決賽可以看到他們 可以很淡定地在台上 把整個構思分享出來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他們匯報的能力 有一定的提升 以及他們那種即時執生的能力 都提高了很多 是的 還有我覺得 看得到他們參加了這個比賽之後 某些同學是比起之前更加大膽 因為他們之前一開始 他們都比較害臭一些 就是不太敢去表達他們的想法 跟著去到由初賽一路再經歷到準決賽 決賽去到最後決賽 是要面對著幾百人在台上 去表達的時候 我就看得出他們那種信心就出來了 這一點是最開心見到他們有這方面的成長 很感謝兩位老師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光明學校的賽主任 跟我們繼續再做分享 我們請兩位老師跟觀眾說聲 拜拜 拜拜 接下來我們邀請到光明學校 蔡康威主任繼續跟我們分享 蔡主任你好 蔡主任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 因為比賽其實都會要求同學 如果在準決賽和決賽的時候 都要跟評審去介紹我們的方案 甚至乎即場回應評審的問題 其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你們怎樣跟同學去準備這兩個環節呢 首先在初創期間 他們只需要有個圖畫去進行這個比賽 但是我們知道去到這個入道決賽的時候 他們是需要更加清楚地去 表現他們自己的整個意念和運作過程 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個模型出來 當然模型的部分其實都有一定的困難 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 因為我最初想起 它那個過程中我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真的發電的過程 或者是朝夕將去的過程 怎樣可以呈現出來呢 當中我們也有想過 例如它那個好像防波堤一樣 怎樣可以做到比較真實一點 還有讓人看到清楚 這個其實是一個有些被動式的收集垃圾的方案 因為其實在最初的方案來看 其實我們只是想了一個被動收集垃圾的方案 但是沒有想過發電的部分 我們如果想過就說如果既然它需要有電力 去把收集垃圾去運走 那不如會不會想到它更加完善 可以自己有一個發電系統呢 當然我們就會結合它自己的課程上 他們學到一個可再生能源 怎樣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呢 其中我書裡面的知識裡面 都會有講到一個潮池漲退的 我們就想到這個部分 就融合了那個裝置那裡 我們可以怎樣呈現到 可以更加環保 還有可以利用潮池漲退的電能 可以收集垃圾的垃圾 可以運送去兌電區 這一部分我們就會這樣去想 明白 蔡英文,聽你這樣說 其實圓形 其實對同學向評審展示 或者介紹方案的時候 其實也很有幫助 因為其實如果只是圖畫的話 其實有一點只是說那種感覺 但是有那個實物在 這個流程就會容易被人看得到 以及可以更加清楚地展示 以及在他們的過程裏面 我們都預先都要跟他們去想 如果真的到%之後 我們其實遇到其他部分 是有一個問答環節的 問答環節的時候 有機會會問些什麼呢 其實我們幾位老師都要一起 坐在一起想 讓他們有一點點準備 還有其實那個問答環節裡面 自己的問答環節裡面 其實都令到他們自己更加清楚 自己的那個想法 那個模型 這個其實也有幫助的 其實無論準決賽還是決賽 其實也有一個環節 就是同學要自己介紹他們的作品 可能有些簡報的協助 亦都可以透過圓形去展示 其實在這個匯報或者簡介的環節方面 其實你們怎樣協助同學去準備 這個其實他們都需要 除了這次為了比賽而準備之外 其實是我們本身學校裡面的 其中steam的課程裡面 都有這一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 他們做那個steam的一個模型等等之外 其實我們都需要他們做PowerPoint 和出來做演示 所以其實這個在他們平時的課程裡面 都有這個幫助 其實我們學校其實都很著重這件事 就不是想只是做了原型就算數 就是做了模型就算數 就想他們真的可以將他們的模型展示 所以這一部分他們都有一點點幫助 或者可以說一下 其實在匯報這些方案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同學 或者你們平時訓練同學做這件事上面 其實有沒有什麼地方會提醒 他們要特別留意 其實我想最最初 如果真的要想這些方案的時候 可以用不同的方向 不要那麼早就關注自己的門 例如最初我們想這個收集垃圾的海上垃圾的時候 我們都有想過 除了現在我們去海市處 已經派有人手去收垃圾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見過類似 外面有些是門機 或者是其他的方案 我們都在想每一個方案的時候 可能我們都要分析了 用這個方案是好處或壞處 或者這個方案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或者我們剛剛後來想到這個被動式的收集垃圾的方式 又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我們就會透過這些方法去想 我們最後決定用哪一種方法 是最有效益的 但是針對簡報或者向評審介紹方案的環節上面 其實你覺得同學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其實你和這次參賽團隊的同學去準備簡報的環節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地方他們是特別留意的 我想其實尤其是因為那個時間有限 他整個流程都其實有一定的內容 所以我們其實怎樣可以精準的文字 可以清楚地表達到他的意念 其實我想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剛才也提過 或者聽同學說過其實他都做很多練習 就是針對簡報這一方面 其實你覺得同學是否做練習去準備簡報 是否真的會幫助到他們去面對評審介紹的方案 也有幫助的 因為其實如果他們沒有練習的話 他們心裏面可能有一個求師 但是怎樣可以清楚地呈現 或者清楚地表達給別人聽 其實有個練習給到其他的老師 或者是我們有其他的同學 自己互相之間去見得到 其實當中就會有很多的調節 當中大家怎樣可以講得清楚些 或者哪個部分可以用圖畫或者其他方式去表達的話 令到整件事更加清楚 聽你這樣說 其實同學不只是參賽那幾個同學互相練習 而是可能都會要請其他人幫忙去聽他們做簡報 其實你覺得如果真的要找其他人幫忙的時候 例如人數應該是多少 或者其實有沒有說應該是在什麼場合 或者甚至乎是否需要找家長 或者一些他們未必好認識的人去聽聽他們說呢 如果其實我建議的話 甚至可以除了他們參賽那幾個同學 自己互相去做討論之外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想一下 尋求在班訪上面透過同學之間 都可以做一個分享的 即當是一個練習 或者是有其他沒有同學可以覺得 怎樣可以講得更加清楚 或者他們有什麼反應給我們 其實都可以的 明白 想說回都知道蔡主任在同學參加比賽的過程當中 都全程陪著他們 根據你去觀察其實他們遇到什麼的困難或者挑戰 而他們又如何去克服這些困難和挑戰 其實當中由一個最初的意念 去到之後我們想出一個辦法 那個解決方法的話 除了學生的話 我想其實老師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當中我們自己其實都學到 包括一些可能更加深入的一些理論 或者是我們可能對同學來說 一起去想一下怎樣解決 其實這個都是不論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都是特益的我覺得是 另外也想問一下 其實參賽都涉及一段時間 他們要去準備 或者真的去見評審等等 其實當中你覺得他們學到什麼 或者有什麼地方成長了 我想當中的自信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因為當中最初的比賽 其實他們可能面對其他人的表演 或者解釋整個流程等等 這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其實是 我想相信這個 不論是他將來工作上 或者是他人生的經驗上面 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寶貴經驗 那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或者分享多一些 就是你怎麼看今次同學 是由一個概念開始去變成文字到圖畫 甚至乎變成一個圓形 可以跟評審去講 甚至乎去獲獎 其實可不可以多分享多一些 在這個過程中 你能觀察到同學是怎樣去成長 或者怎樣將這件事 一步一步去落實出來 其實最初應該會是這樣說 就是那個先第一步就是畫那個圖畫 應該這樣說 首先我相信第一步是那個意念 就說我們遇到一個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有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例如我們最初首先要針對 我們想解決一個什麼問題 例如我們好像今次的主題 是一個環保和可持續的環境等等 這個想法的話 我們就要想想 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 我們可以解決到 或者幫助到這部分的問題 我們其實都開頭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一些 想著可以解決的方案 但是我們最後其實是選了這個海洋垃圾 我們選了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想想可行的方案 可行方案包括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現時來說 可能都是靠個人手去收集的一些海洋垃圾 或者甚至可能現在都聽過很多一些無人機 在海洋上收集垃圾等等 其實我們另外也有想過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或者是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 其實我們就一直這樣一步一步去討論 還有之後大家去一個好像brainstorming 大家去想 後來才想到有這個方案 到我們想這個方案的時候 就要再想下一步如何去完善它 還有真的可以落到地的呢 是不是天馬行空可以收回來就可以收得到呢 我們其實都是透過一些觀察 還有大家討論 還有可能我們都會有一些實地去考察等等 去看一看究竟這個方案是否可以 或者是例如我們都看過這個防波題 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就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可能需要一步一步和他們一起做 這次同學都很成功獲得冠軍 其實老師有沒有什麼感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都很開心的 其實開心在不是拿獎這部分 拿獎固然是開心的 其實當中得到的學習的能力 或者是整個過程 我想都是我們覺得很開心的東西 例如我們從這個意念 到做了這個實物模型的時候 其實我們這個實物都很開心這件事 因為其實最初這件事 其實都沒有想到什麼概念 怎樣做這件事 其實有部分是做完我們又要拆掉 都要嘗試的 直至到我們找到對的材料 包括那輛垃圾車 那個尺寸其實都要找坊間對的 要放得到那個位置 又不會太過離譜的比例 類似這些 我們其實一步步步 其實都挺滿意的 那個裝置 明白 最後想問一下老師 因為其實第二屆城市創科大挑戰 都在接受報名 有很多同學都會就著今屆的兩個主題 生系和關外社區去構思他們的方案 其實老師會不會有一些建議給這次參賽的同學和老師 讓他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想其實應該可以大膽去嘗試 這件事是 因為其實就會是 那個不論那個生人有解那個 或者是幫人有解這個方案裡面 其實都是可以有想一些新的意念 或者是其實可能未必知道行不行得通的 其實都可以嘗試想先的 下一步再問一下其他人意見 或者是透過觀察等等 所以去進一步一步去試 因為其實好像我們最初的想法都好 我們都未夠膽說收藏垃圾那件事是行不行的 其實是一步步試出來的 當到下一步的時候再想下一步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可以一步步試 很感謝蔡主任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最後提醒大家 《城市創科大挑戰2》的報名 現在都接受報名 截止日期是5月16日 鼓勵各位同學可以想想 有沒有什麼新的方案去參加這個比賽 最後很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和觀眾說聲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